45. 承報 府等市民攀大會加速疏到人流 2015年7月27日 港民A06本部《港民報》報導 一年一度的動漫節,吸引大批青少年前來購買心頭號 為了疏到人流,大會分批容許買家入內 現場所見傍晚人流絲毫沒有減兌 有市民表示花了近三小時才能夠進入會場 認為浪費時間,希望大會加快疏到人流 讓後來者亦可以盡快進入會場享受試次動漫節活動 警方在場維持秩序不少市民乘搭港鐵到灣仔站 然後逃步前往動漫節會場 港鐵在昨日下午午時左右亦在灣仔站廣播 呼籲市民不要使用灣仔站A5出口 因為人流太多,改用另外一個出口 至昨日傍晚約午時,仍有大批市民在會場外排隊 有市民在等候入場期間聽歌、聊天 有人用小型電子風扇承量 現場所見,警方亦有在場維持秩序 而排隊的位置亦設有鐵馬,可以防止有人趁機插隊 一些早上已經到會場的市民表示 輪候約一小時已經進行會場,認為可以接受 而輪候入場的時間與往年相約 沿途貼出入口告示大會在會場 告示、告訴入場人士入口、出口等通道 不過仍有市民認為指示不足夠 不知道出口在哪因 直接從鐵有不是出口的門口離開會場 以市民離開動漫節會場之後 大會沿途將貼告示,指示市民乘坐港鐵的地方 以及乘坐巴士的位置 在乘坐巴士的位置 感谢观看